你请讲吧 你好 卢台章 我想看一下我本人 我是1964年的鼠龙 那 想看什么告诉我 看看我的身体 我现在有病 再看看我的功课 你有点麻烦了 你现在这个病很重啊 你长东西了 是 鼓掌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过去啊 年轻的时候太顺了 顺得不得了啊 哇 很漂亮 年轻的时候 哎呀 很多人追啊 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长东西 跟你的妇科很有关系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记住 人做什么事情 要留条后路 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要 人家说 要悠着点 我现在讲话 你明白了吗 现在你要好好开始念经啊 你现在阳气不足啊 你到了后阶段 是怀才不遇 你听得懂吗 懂 现在你应该好好念经 念了没有啊 念了 念多少时间了 念三个多月 嗯 还是太少 嗯 你赶快第一 你赶快第一 念礼佛大忏悔文 每天三遍 消灾吉祥神奏 念四十九遍 好吗 好 而且我看见你命更当中 还有人在追你 就是灵性了 嗯 听得懂吗 懂 你会经常做梦 有人在你身上 做一些什么事情的 听得懂吗 懂 嗯 我都看得见 你自己心里可能也明白 我就希望你自己能够赶快帮他超度 你身体会好起来的 还有希望你吃长素 谢谢台长 因为你再不吃长素的话 癌症会扩散 嗯 听得懂吗 嗯 嗯 而且你已经比过去样子瘦到很多了 是 台长 嗯 好了 那个我还想看一个 也是等一会儿吧 台长 我以前在中国是妇产科医生 又是妇产科医生 今天你们谁要生孩子找他们几个 傻姑娘了 妇产科医生是最麻烦的 嗯 明白吗 就是说他接生啊 他就说有很多的小灵性 小魂魄嘛 尤其是打胎的话也很麻烦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那你经常做梦做到孩子不了 以前做现在不做了 嗯 现在帮你生生病了 他当然不来搞你了 嗯 他已经搞成功了呀 嗯 所以过去你要是早点认识台长 你早点就念经啊 念经就不会这样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加紧念小房子 现在目前看起来八百三十章 嗯 好吗 好好念啦 嗯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婚姻运也不好 嗯 听得懂吗 因为你命更当中两次婚姻 嗯 你会离婚的 嗯 离了吗 离过了 没有 他没有 嗯 当心点吧 好 谢谢 或者还有一个 在你结婚之前 如果已经有一个 好的不得了的 一年以上的 可能也算一个 那你这个可能就可以保住了 如果你在婚姻结婚之前 有一个同居了 很长时间的 或者感情好的不得了的 一年超过以上的 也算命更当中一个婚姻 懂 有不了 有吗就有了 好了 我不讲了 你老公在 算了 嗯 台长我想问一下 我放生需要多少 我看一看啊 嗯 你蛮厉害 你要一万五千条鱼 嗯 你最好在中国放吧 行 谢谢 你要在新西兰放的话 很贵啊 新西兰一条鱼也要 八块钱吧 十块钱吧 一条活鱼啊 我想看看我这条龙是什么颜色 彩龙啊 所以难怪你真的很漂亮年轻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可能那个时候在医院里 哎 你们妇产科里面你一朵花呢 嗯 明白了吗 好来 台长我还想问一下 我现在就是肺癌 已经做手术了 看看 还没有做手术 看看怎么样 现在 做了没做了 没做 龙是吧 对 六四年 嗯 当中偏右 偏左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它会割掉你很多东西的 明白了吗 它可能把你鲁线也要切除了 我鲁线已经切掉了 做车 看见了吗 那个我 你来之前的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医生给我看病 说 我说我这个病怎么样 他说你现在没有事 两个肺子都是白的 而且有一个男士 穿着白大褂说一个 我说那我的功课应该怎么做 有点像楼台长吧 他说25 26 他就这么说 你看看卢台长经常在人家梦里去帮人家看病 那是台长 还穿白大褂呢 台长来帮我看病了 那是 你梦中有感觉就可以了 嗯 真的 好了 谢谢 我现在看到也是没事呀 没事 谢谢台长 本来是偏左的 嗯 嗯 谢谢 嗯 谢谢 嗯 所以人一定要心诚啊 心诚则灵啊 暂时